不问牌里出牌 作风独特的横竖法师 出家前她叫费真宁 是张飞跟费玉清的姐姐 也是一代眼型 自由自在 你还有什么想不抬 万里前生 你快把勇气拿出来 她带了费玉清上来 我说她能进去试试吧 她进去唱了两句 我一听她的声音 海山的老板 我说点了个头 她没看到 就OK了 我说可以了 费真宁一边向刘家昌 推荐弟弟费玉清的好歌喉 另外一边安排弟弟张飞 上凤飞飞的节目 凤飞飞在中世最红 她就希望说凤飞飞旁边 可以带着张飞 所以张飞就跟着凤飞飞 一起去磨练 拉飞哥最后去高费凤飞飞 高费凤飞飞要先高费凤妈妈 刚好不晓得 无意间听到凤妈妈过生日 我就送她一大束玫瑰花给凤妈妈 凤妈妈就很爽 这个费真宁实在是很有力量的 张飞飞玉清果真没有让姐姐费真宁失望 在演艺圈表现亮眼 张家三姐弟分别被称为 妖姬小丑跟圣人 成了台湾演艺圈里最传奇家族 阿比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七点半 台湾大搜索频道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